大家好 我是Tim哥 今天我打算帶Tim嫂跟Oli來去走走 最近事情實在是太多了 休假的時候 我要嘛就在家玩 關南高手手遊啊 我覺得已經很久沒有帶Tim嫂跟Oli外出走走了 我打算車子往南開 開到有陽光的地方 還是先打電話給Tim嫂一下 喂 老婆 我在樓下了 你可以準備好了就把Oli帶下來了 你那個後車箱夠放嗎 它有Oli的推車耶 很大耶 你那個置物箱夠不夠啊 我跟你講 沒有問題 空間大到絕對裝得下 真的假的齁 那我下去了 好 來了來了 那你幫我 沒問題 來 幫我試駕嗎 這很大台耶 我跟你講 絕對放得下啦 我先把Oli放上車 好 來 Tim嫂 你來看 你來看 你看啊 變縮 它的空間超大 你已經堆超多雜物了 而且第二排還可以往前移 然後椅子還可以躺平 你就知道這空間多大不大 所以這桌上去就是根本很夠耶 這沒問題啊 完全沒問題 這小事好不好 那你先坐下 好 我送給你後 欸 你想我會堆那個寶寶車啊 或者什麼的 現在都會帶小孩出去 其實這也很夠 而且你們看到這邊 我的電動滑板車 等一下那個在空氣也可以丟啊 對啊 我都準備好了 行李箱 有沒有 我的背包 所以這很適合去環島耶 真的很適合 好啦 我們出發吧 出發 其實今年因為疫情關係 都沒有出國 就一次帶了Tim嫂跟Oli 去了台中一趟 然後當天就來回了 因為Oli也十歲了 想說有時間的話 想帶他到處去走走 好像蠻久的耶 以前剛開始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很常周末 因為那時候很閒 然後周末都會帶他去划山走走 然後因為這幾年 因為常出差 甚至是連周末都在工作 基本上就只有晚上 會帶他去散散步而已 因為我以前其實很怕狗 就是說讓怕狗的人最好的方法 就是讓他養一隻狗 Oli現在十歲了 我跟他真的從不懂狗 到會養 到了解他 其實我也是花了很多時間 而且我跟Tim嫂呢 那時候Tim嫂呢 一坐我車子 那時候還不是女朋友 Oli馬上就跳到他身上 所以馬上就被夾到 也因為養了Oli以後 然後我才了解 其實寵物的世界呢 是還蠻美好的 因為我本身就非常喜歡 貓小孩 那時候養兔子 認識他的時候 就知道他有養狗狗 還在約會的時候 他其實常常就會說 欸你想不想看我們家狗狗啊 然後要不要一起去遛狗啊 找這些理由 然後找我一起出去這樣 可是因為我覺得就是因為透過 知道他養狗的過程 我有觀察到 我覺得他是對狗狗非常有愛心 應該其實挺可靠的 欸後面出風口我沒OK啊 他我發現會不會 前面那個空調會不會開大一點 我怕他會熱 好你放心 這一台Outlander 後面就有出風口了 他搞不好現在頭呢 就朝著那個出風口在吹冷氣了 吹得開心的咧 火力你坐起來啦 乾杯 寶貝 開心嗎我們快到了 快到了 欸快到了欸 欸 快慢一點啦 求穩不求快欸 不用擔心 這一台Outlander 它有一個SAWC的系統 它整合呢 4WD AYC ASC 跟ABS的四大系統 它提供了四種驅動模式 有經濟模式 一般模式 學弟模式 還有沙石路面的模式 簡單說呢 它會針對不同的路面 選擇不同的模式 SAWC 也會讓車子的操控來的更精準 甚至於呢 有時候下雨天的話 絲滑的路面 車子一樣 可以行駛的很平穩 也很安全 更何況我開車 什麼時候會去搶快了 我安全還是第一好不好 過彎蠻穩的耶 是吧 這是全民族家的四輪傳動技術 它的終極呢 就是讓我們呢 平平安安的開車出去 還有雨土平安的回家 而且我發現這一台 它有一個很不錯的地方 是它坐起來很穩 裡面空間也很大 而且你有沒有覺得 車內很安靜耶 感覺隔音好像蠻好的 沒錯 現在車場對於噪音震動和舒適度 做一個改善 簡稱NVH 因為現在大家都很在意 車外的噪音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台Outlander 在這個功能NVH 其實做得非常的棒 所以你會覺得 哇好安靜喔 我跟你講 這要是你開一路長途 趕到台中 我已經睡爆了 沒有 其實你剛問我這問題的時候 我們在一路來桃園的時候 你已經睡著了 你這麼誇張是不是 對 你早就睡著了 而且我以為你會更喜歡那種 就比如說電動車啊 那種科技感的車子 我跟你說 這台車也有科技感耶 我前面這個數位儀錶板 它10.25吋 而且它也可以切換介面 還有兩個介面可以切換 可以自己做主題喔 當然喔 它這FCM的系統 就是當你在開車的時候 它會自動開啟 如果它偵測到你前方 有車子或路人的話 就會發出提示的聲音 來提醒你 那必要的時候 還會幫你做自動煞車 然後降低了意外一些發聲 車子居然有這種功能喔 好厲害喔 這樣很安全的感覺 還有它其他 像是這邊 有一個BSW的盲區警示系統 還有一個是LDW的 車道偏移的警示系統 這些行車上的輔助系統 其實都很方便 有一個我最愛的一個系統 什麼系統 它有一套能幫助你在倒車的時候 偵測後方有沒有車子經過的系統 叫做RCTA 後方的交通警示系統 媽呀 這個究竟是為你而生的系統 可是這台車這樣看起來挺方便的 有那麼多智慧系統輔助 比起我開的那個十幾年的小車來講 這台車開起來很有一個爽進 老婆 其實我們已經到了 而且還有狗狗專屬的迷宮 還不錯耶 OLI好久沒有好好運動 都一直常常被人家說他怕 你走 媽媽帶你去玩迷宮 走 走我們去玩迷宮 耶 人耶 老婆 你怎麼帶OLI走了 OLI對我而言 老實說 他對我而言 他不是我的寵物 我把他當作是我的女兒 因為 他就是我的家人 所以常常有些人都會問我說 Tim哥你家裡有多少人 我說我住在一起了 三個人 結果後來講出來 有OLI他們就整個跌倒 但OLI本來就是我的家人 對 所以呢 我們要對待他的時候 就跟對待我 是一樣的道理 OLI對我是什麼樣的存在喔 我覺得 我 我是 我在他的眼中 我應該是一個情敵 然後 可是我心裡覺得 真正的關係應該是 我是他的保姆 可是實際上我們又是他的媽媽 所以其實這個很錯綜複雜 因為名存實王的感覺 好 快到了 快到了 我們可以要走到寶寶了 我們可以要走到寶寶了 走到寶寶了 講到了 走之前我們先拍個照吧 道子一遊的感覺 好 OK 走吧 你的家在他好熱了 好走 那我們上車吧 老婆 怎麼樣 今天好玩嗎 只要Oli開心都好 這樣我們以後還是要常常帶Oli出來玩 好啊 好啊 我們再找到不錯的地方 要帶Oli去玩好不好 好不好 你呢 他已經太喘了 他喘了 我們把他帶回家 讓他趕快休息了 走吧 走 回家 我忘了 怎麼收了 這樣是不是算開始錄了吧 有 他在閃紅燈就這個 欸 早 爸爸 你怎麼在聞別人的尿 喂 欸 別人的尿 你早知道我來聞人家的尿幹嘛 這樣是不是很可怕 還要做不死 這樣是不會很可怕 我也要做不敵人嗎 我喜歡啊 要在這個上班 我喜歡的小呆 你會喜歡的士尿 會不會讓人更多點 你就會看烹調 他自己要吃著 他自己要吃